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却没有杀死侄子 而是囚禁 历朝对王莽的评价都很差 几乎将王莽看成十恶不赦之徒 原因很简单 后世王朝的皇帝都害怕自家也出现王莽这样的人 所以就要树立一个价值观 王莽的这一行为是大逆不倒 然而 王莽却做了很多改革 废出奴隶制度 以供权力平衡物价 防止商人剥剥削 增加国库收入 耕地重新分配等 都是对百姓有利的 更为重要的是 王莽新政中的很多内容实在过于先进 所以才有戏言 趁王莽是一个穿越者 杨坚 千古一帝 和王莽一样 杨坚也是一个篡位者 西元581年 杨坚接受了北周境地善让位帝 实际是篡位 比王莽心狠一些的是 杨坚登基的同一年 就弄死了了九岁的北周境地 所谓斩草除真 需要注意的是 北周境地是先被忍 然而 虽然杨坚是篡位者 但他对中国的贡献却又无以伦比 一 结束那三百年来的混乱分裂 二 法律改革 废除了大量言行科法 三 政治制度改革 提出科举选拔人才等 改变了中国后世一千四百多年 影响至今 所以 西方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千古一帝 李世民 千克汗 关于李世民 大家可谓耳熟能详 通过血腥的玄武门事变 杀死了大哥李建成和三弟李元吉之后 成为大唐帝国的继承人 当时李渊只能无奈交权 自己被李世民圈禁 做了十年的太上皇 对自己兄弟老子如此作为 李世民比杨坚还要心狠 然而 李世民又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开创了真冠之志 在史书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至今 国外之所以有很多唐人家 就是大唐影响力的延续 而大唐强悍的奠基者 就是李世民 天下万族公认的天克汗 没有他 很难有后来的圣唐 朱棣 一带大帝 朱元璋死后 朱棣发动静难之一 夺取了侄子的皇位 更为重要的是 在这一过程中 朱棣对朱元璋一派人马 进行了一些清洗 总之 从明史及其他记载给人的印象来看 朱棣要比李世民还要心狠手辣 当然 明史是清朝所修 所以不能客观公正 然而 不管清朝如何抹黑朱棣 但正和七次下西洋 永乐大典足以秒杀四库全书 武征墨北 万国来招的 足以说明了朱棣对中国的贡献 堪称一带大帝 遗憾的是 受清朝的影响 如今朱棣几乎成了一带暴君 客观的说 王莽肯定要比西汉皇帝更胆大 更为民着想 杨坚 李世民 朱棣三人 都已经做到了极致 肯定要比丘他人更好 这四个人都很优秀 如果王莽新朝不短命的话 估计王莽就会成为一个美好的传说 成为千古一帝 那么 为什么历史上的篡位者都很优秀呢? 原因很简单 这些篡位者 想要证明皇位是有德者居之 而不是敌 常治 或正统治 所谓为了说明自己篡位的正确性 自然就要拼命做好 一旦做不好 名声就臭了 比如司马懿家族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为什麽叫不回誓下和门 为什麽叫不回库 τ儿的生命